每年入休之际石门区公所就会举办全区剑走的活动 今年剑行活动将会在本周六十月一号来举行 因应及北点富贵角灯塔首度开放参观 剑行路线也加入了富贵角公园以及步道 除了号召全区民众一起走出户外 也要邀请居民一起欣赏 从老梅到富贵角灯塔的沿途未来海景 以及壮阔的山景 那石门区一年一度的全民剑行活动 那今年在十月一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会如期举行 那我们今年的路线一样是从老梅国小出发 那走风景优美的富贵角滨海步道到富贵角灯塔来折返 那回到老人修行活动中心解散 今年为了鼓励我们乡亲参加 那公所跟市职会都会致政走安全车的民众 一份精美的小礼物 今年的剑走路线将会一早八点在老梅国小集合出发 走向富贵角公园以及步道 接着民众在富贵角步道这个折返点 获得践行宣导品的兑换券 最后民众将会走到终点是老人会的据点 在这里民众可以兑换使用的宣导品收纳贯一组 那我们的报道时间是七点半到八点在老梅国小的操场报道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运动 来走我们风景优美的富贵角步道 一起度过我们这个愉快的周末 在进行活动开跑前可以看见工作人员多次开会进行准备 要让活动进行顺利 而石门训工所表示 每年举办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要照顾大家的健康 藉由走出户外践行的方式 不但可以增进家人邻居的情依 也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从事休闲娱乐 一览石门在地最美丽的人文风情 记者 杨品涵 石门三方报道